做ID為main的表格 第三到第十三的這個部分 它要做一個所謂的錨點 這個錨點實際上就是將來我們要做超連結 那也就是說將來如果我點擊上方的這邊的連結 點這一個它可以連到這個前面 所以我需要在這前面做一個錨點 這個前面做一個錨點 一時類推 那當我點擊它連結這一個 連結這一個 一時類推往下連結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說 當我點擊這上面的每一個能夠連結到哪裡呢 當我點擊下面 它能夠點擊上面要跳回來 所以這個關聯性我想各位要能夠了解 第一個錨點是 當我點擊上面上面是連結是超連結 下面才是錨點 OK所以呢我們的邏輯基本上是這樣 它題目裡面要求我們是在 表格的第3 到13 其實都是單數的 那做一個錨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表格裡面 這個是我們的表格嘛 那特別注意列的話呢 一定是橫向的 所以呢 橫向的列 我們第3個 那你往下數嘛 1 2 3 所以是在這裡 3 5 所以你會發現 當然就是比較窄的這個 這個區域 總共有3到13 這邊的話呢 做超連 那連結的方式的話 就是要插入一個什麼 所謂的那個錨點 所以呢 我們前面也有做過 就是說呢 在那個什麼呢 呃 我們的上方工具列啦 你很直覺的 如果你要加錨點的話 在上方的工具列裡面 有個叫插入 那游標記得放在第3 第3列上面 插入一個所謂的秘密錨點 在秘密錨點的地方 那他會跳出一個 一個小小的視窗 他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秘密錨點叫什麼 你就給他輸入A就可以了 按確定 OK 那依次類推 這個時候呢 會有一個那個 毛點的符號出現了 有點像是一個毛 一個一個毛 OK好 然後呢 在下面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秘密錨點 那依次類推了 他題目裡面要求 A一直到 B一直往下 所以呢 其他部分都一樣 那請各位自行完成 我們大概做個三個 做個demo就可以了 好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你就往下做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 我們的秘密錨點設置 但是呢 我將來也還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跳回到最上面 所以請你在最上面 第1列的地方做什麼 插入秘密錨點 好 那這個秘密錨點的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TAP 這個跟那個 上上禮拜 那個106 那個綠島 那個很像 跳上去 所以呢 你要能夠跳到的位置 你就再增加 毛點 OK這是TAP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 就是做什麼 做超連結 然後第3個完成 所以 我大概就是做了 A3個 然後後面到F字形完成 那不過這裡會多一個TAP TAP我們先做好了 題目裡面還沒講到 不過你要跳上去的話 一定要有TAP 我們先做 多一個 題目沒講到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就是 第4個就是在ID為Main 就是這個表格裡面的 第1到15的儲存格 依序插入這個 圖片 這個heading 1到8的8張圖 那這8張圖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1到8 那我們就其實 就heading 分別把它放在 在我們指定的位置上 所以放的方式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先找到那個image 好 這邊一個image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個heading 1到8 這些 這些圖 那這些圖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可以 當然幾個方法 你又不要放這邊 插入圖片 插入影像也可以啦 直接去找到那個heading 這個地方 images裡面找到heading 從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也ok啦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方法好像沒有 第二個方法來得快 我做一下第二個方法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 直接插入影像的方法 如果說呢 我今天要直接拖拉 其實我覺得 就比較快一些 一般工作是直接拖拉 如果拖拉的時候 會比較 要有風險 就是說你可能會拖不準 記得喔 游標放的位置放開 按確定 有沒有第2張就過來了 第3張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一個一個 幫我把 怎麼啦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你就自行在把那個 我們需要的 圖 一個一個 怎麼樣 拖拉 基本上應該就是 放在那個 比較窄的這個表格 這個列的上面 所以把它放開 這邊把它拖拉過來 放開 那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快 比你用那個 那個插入影像的那個方法 會來的快很多 我們分別把這邊 一個一個把它放進來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完成了 那個第4 第4個題目 應該這個 如果你做熟了 應該就蠻簡單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將id為main的表格 3到13列的 內的圖檔 利用什麼呢 利用矩形工具 回到首頁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什麼叫回首頁 實際上就是說呢 當我點選 比如說跳下來之後的話 那這邊會需要產生 超連結 也就是我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產生 超連結 連到哪裡呢 連到上面的 top的位置 這個時候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想到 跟上上禮拜那個 綠島那一題很像 就是說 你可以用矩形工具 去在圖上面畫一個 矩形 那他會變成 那個矩形的範圍 他會最後問你說 那你要連到哪裡呢 那我們就給他一個 頸 top 就連到什麼 頸 top 頸 意思頸的話是 多一個 連結啦 也就連結到什麼呢 連結到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在上面 有多一個 top的一個 錨點 那當我點擊的時候呢 他可以回到什麼 top 就是頁守的部分 那怎麼怎麼做 適別注意 第一個 一樣 我在 圖上面這邊 點他一下 你點 點圖的時候 你會發現 點他之後呢 下方的工具列 他會被變更 下方 仔細看 這地方有沒有 他會出現什麼 這邊有一個 之前做過的 也就是任何 圖上 只要他是一個 圖 你都可以做 那個 所謂的 影像地圖 也就是你可以 在上面呢 圈一個範圍 那圈一個範圍 特別是 題目要求 我們是用矩形的 所以你用矩形的 連結區域工具 點擊他之後的話 在這個地方 字的上方 我們拉一下 放開 他會出現說 請在什麼 屬性 有沒有 替代 那這個地方 替代文字 意思就是說呢 他還說什麼 這項 描述是為了 使用 使用 世上人士 提供的功能 所以 這個功能 會多比較多一些貼心的設計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會 跳出什麼呢 底下有一個所謂的那個連結 連結連到哪裡 連結TOP 特別注意喔 他本身前面一定會有個頸 也就是上面這邊有個矛點 我如果要連到他 前面需要多個頸 頸TOP 連到上面 替代文字的話呢 題目有提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會需要多做一個動作 叫什麼呢 產品 有沒有 回頁手 所以這邊的話 需要打三個字 替代的部分 回頁手 所以這邊的話 把那個 回 頁手 打上去 好 那你可以把它Ctrl C 因為等一下會需要做很多次 OK 回頁手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一樣的方法 再 分別完成 這個 第二個 那一樣 把它框一下 然後按確定 這邊的話呢 就是打個TOP 所以這邊 連到TOP 替代的話呢 因為剛剛有複製 貼上就可以了 分別完成 底下的 這些啦 方法都一樣了 所以我大概做三個 OK 好 TOP 然後替代的話呢 我們就 回頁手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把它Safe一下 有沒有Safe的話 存檔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稍微做個存檔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 大概的樣子 在這邊有個即時 即時是什麼意思呢 即時就是你可以 不一定說 在那個瀏覽器上 瀏覽 你也可以直接看一下效果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點擊 這邊有一個 在瀏覽器中 預覽一下 比如說我在 IE瀏覽器裡面 怎麼樣預覽一下看一下 問你要不要儲存 把它儲存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跳出那個IE瀏覽器 然後讓你瀏覽一下 看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辦法跳 不過 因為我們其他功能還沒做啦 不過我至少知道說 游標放上去 會有個超連結的效果出現 OK 那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 先完成 等下再來看後面的 後面先還給各位 最大的是這樣 然後 中間的話會需要有 總共會有六個大按鈕 按下去的話 會分別連結到 他應該去的那個版本 OK 那版本的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 這個裡面的東西 圖跟那個文字 項目的東西 還沒加 所以我們分別再把它加進去 這個 這個網頁就完成了 那要加什麼地方 特別注意 剛剛 這個地方上面都有 A B C 有沒有 一直到 D E F 總共會有 六個啦 這個東西是插入什麼呢 命名 錨點 然後呢 最後在上面增加一個TOP 也是 命名錨點 不過這個命名錨點 將來 在那個 你瀏覽器上面 是看不到的 有沒有做出來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不會顯示出錨點 他實際上就是一個位置而已 那如果你要連結的話呢 有沒有 有沒有放上面 你需要在做什麼呢 需要在做那個 就是 就是 點選這個圖之後 這邊有個矩形的連結區域工具 框選之後呢 這個地方會有個什麼呢 連結有沒有 緊TOP 才會出現 OK 那分別把這邊總共有 底下有六張圖啦 你就分別 去用矩形工具 分別把它框選 那記得這邊都連結到TOP 也就是底下點擊都連到上去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邊有六個框框 六個儲存格 那我們分別把那個 Button1 這邊我因為這個做法 其實都 都差不多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做一次給你看 這個原來沒有一張圖啦 我實際上就是把這張圖 丟進來而已 放開 然後呢替代文字不用按確定 那做1 一直到6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什麼 Button1到6 剛好對應到這邊 1到6 OK 那heading的話呢 剛好就是 這邊1 有沒有 2一直往下到8 所以這個圖 只要你不要對應錯的話 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按照順序 分別把它拖拉進去 拖拉完之後的話呢 還要做什麼呢 題目裡面 要求我們就是說呢 要做 加入那個 6張圖 其實就是第6 第6這個 1到6欄 然後分別放那個 Button1到6 的6張圖 然後分別什麼 做連結 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A到F 就我們剛剛新增的那個 命名毛點 OK 要點擊下去 要再跳下來 OK 所以呢 做法上 非常簡單 點它之後的話 連結記得 點這張圖 下方有個連結 請你輸入什麼 緊A就可以了 緊A就是連結到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毛點 那這個的話呢 一樣拖拉過來 然後這邊叫緊B 這個叫緊C 一直到緊F OK 這個我還沒加 緊F 好 加個緊就是連結的意思 連結過去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緊E 一直在推 你不要連結錯的話 基本上它應該就是會動的 然後呢 A到F做完 最後的話呢 那題目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請你把邊框設定為0 那邊框怎麼設定為0 很簡單 點一下圖 特別注意喔 這邊沒有可以設定邊框的 所謂設定邊框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修改裡面 找到有個叫 編輯標籤 編輯標籤裡面呢 一樣會有個邊框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修改 這張圖上面 對應那個 邊邊的框 邊框的那個 距離是多少 當然這邊題目要求是0 如果以後你要讓 圖跟 邊框的距離增加 你可以設其他的數字 OK按0 按個確定 好 那這個圖就完成 第二個 這個圖也是做一次 修改 然後編輯標籤 邊框輸入0 因為要做很多次了 所以你可以 要做6次 那當然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有啦 你可以看一下 分割一下 其實他只是幫你 在那個 HTML裡面 增加了一個 Boulder 等於0 這個語法 對不對 當然 如果說你 將來做熟了之後 其實那一般設計師 通常 不是只是看 那個 右邊的那個區域 通常會 Ctrl C 直接在這邊呢 把它在這邊貼上 因為下面都一樣嘛 所以你直接貼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 如果你可以看懂 左邊的東西的話 那在作業起來的話 會更快速 全部呢 都會增加什麼 Boulder 等於0的這個敘述 那實際上喔 Dreamweaver它的好處是說 可以避免你看到 左邊這些程式碼 而感到 這個恐懼 所以通常 如果你實在 不OK 左邊的部分的話 你再把它切回到什麼 設計 它有個分割嘛 分割指的是 左邊 是程式 右邊 是它的畫面 如果你比較恐懼 你就用設計就好了 那一般設計師 他做什麼 就是程式嘛 全部都用程式來做處理 不過這個模式 對各位來說 應該是 比較 有點遙遠 那如果你將來要做一個 比較專業的設計師 通常你要理解 這些程式 到底要做什麼的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我想你要做一個 非常 絢麗的 網頁 網站 其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OK好 那 記得要再點擊它 在修改裡面的什麼呢 編輯標籤 這剛剛有用過的功能 這邊輸入0就好 所以 1到6 都做一樣的事情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完成了 剛剛 題目要的 第6題部分 再來第7題 第7題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再把什麼 produition produce OK 太多了 好 那我先畫面 先往給各位一下 來 那再分別什麼 再把圖放進去 自放過去 這樣的話 存檔 這題就完工了 不過 只是主要是理解 理解那個 相關的設計流程 Adjoinweaver 其實 如果你用了熟的話 以後要做一個網站 其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呢